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們都沒有誠信 我上第一次講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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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那個台背 然後都是工程師來過來提 那我這個東西好像 這個東西這個 算是很入門級的東西 所以大家來聽看 然後你就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可能平常沒有注意到的一些 呃 寫成是一些重要的點 那這邊 引導大家來看這本書 叫 Call Complete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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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一次 就是 這個 課程的入門 好 那我這個課程主要是說 讓大家也知道說 寫什麼 好的程式 不是說怎麼把程式寫好 這兩個 是有不同的事情 把程式寫好的就是你要去 在某個 language 然後把它寫到好 那個寫好的程式 是能夠去做 share 跟你的 Co-partner 去做 就是可能做 Co-review 還是做其他開發的時候 需要交通上的一些技巧 那 不僅於此啊 還有更多好處 OK 我是誰呢 我是OmFounder的那個 我都稱臨時水電工 因為我是他們計畫的人 那是因為 我受命來這邊講這個東西 那我叫Johnson 你可以叫我Johnson 那我中文名字叫書站 好 那這個Talk我們將會談到的是說 就是你怎麼去看這本書 怎麼去導 你看書大概有九百多頁 那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去看中文版的那一版 因為翻得很爛 大家知道這個書的 Talk complete嗎 知道舉個手好不好 清大 清大應該要知道 清大應該要知道 你要不要坐中間一點 好不好 我希望等下你們 每個人可以問我一個問題 或者是 吃東西會不會一起吃 然後我們等一下談到說 怎麼是 high quality的 Co-review 然後跟怎麼去 有一個 high quality的 Co-review 那這本書呢 我這邊 在一個101的 這個課程裡面 我會講到下面這些部分 就是 你怎麼去 把你現在做做 Informant的東西 Informant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 你怎麼去做那些 網上歌 這東西 然後還有其他的 D-mail 這門口 一個小時在 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大概講一下 這是什麼 那我把這本書 比較前面關鍵的點 跟大家說 Share 然後大家去講一下 看 好 那大家都來 進來了齁 那整個 一程是這樣 就是 我會帶各位先去看一下一些 嗯 等一下再看一下 各位一些就是 變數啊 還有那些 整個 程式的控制方式 有些部分 應該就注意的地方 然後最後面 你可能會想到說 你怎麼用速透夠 去create 你 好 嗯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齁 好 我用重點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有沒有感動成功 就是你們在做專題齁 或者是開發一個 project 也好 看不懂別人在寫什麼 舉手一下 為什麼 會這樣啊 有想過嗎 剛剛只能寫 code 我怎麼會看不到 沒有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對你們講過 好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 邊寫 code會很淫亂 就開始來深入這個 問題一點點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自己寫的思維 你寫 code 跟他寫 code 就算目的一樣 可是寫出來的結果 也不一樣 好 再來是 那如果是因為有這種問題的話 那怎麼去寫出 讓品質好一點呢 可讀性高的 code 那這邊就是 我這個 要跟大家 應該 可能 就是英九大學 這樣 還是說 其他有 其他在做 那個 這個做開發上 我不知道其他類似的問題 你可以思考看看 好 那這本書呢 就是 code complete 第二版 那已經從2006年 2007年 還是 寫成第二版 那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一開始 developer的話 我建議看1跟18 那學生通常是在這邊 1跟18你先看完 然後最後 如果你想去看那個 怎麼去 就是 設計一個軟體的話 你應該從第二 第二章開始看 看到第五章 第五章之後呢 就會 第六章 第七章 是怎麼寫 第六章 應該怎麼寫 他都有個 Follow第五章的一些 那再來是 如果你是這個 Senior的話 你直接去看說 怎麼去把code 還有怎麼去跟你的上司 去溝通說 我今天這樣寫code 為什麼會 寫成這樣 跟 為什麼你應該讓我這樣寫 然後再來是說 你如果你是 記案的話 你應該去 從這本書的二個 第23章 去了解說 為什麼寫成是很困難 對不對 有些PM就直接說 今天要你在這個時間內做完 你就把它做出來 可是你就會 用很投機取好方式 達到目的 可是實際上 你的code 是沒辦法用 沒辦法保持 好 所以呢 呃 好 反正最後面那個 大家自己看 好 那 我今天要講的 不是那個軟體的塊 是要講的是說 code的塊 那其實在code的塊 在軟體這個層面上 其實它就是它內部的部分 前面看到的是整個軟體的塊 是有 external 跟 internal 這個部分 像你的軟體你要什麼 這個外部的 那你寫code的話就是它內部的 我這邊講 怎麼沒有 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好 沒有 好 老師也可以問問題 沒關係 你可以放下來 沒正義 放下來沒正義 但你就把它說等 之後你就可以 這個意思 有嗎 我用講好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這個 我剛剛講的是內部的那個code 這是軟體的品質 那它其實包含就是code的東西 好 好 好 這邊所有的 iComo所有的那個 actview 就在我這邊看得到 所以code到底在上面呢 就是你可以好讀 好瞭解 好maintain 那這個就是你的 程式能夠自己去解讀 怎麼 自己去說明自己在寫什麼 你不需要另外的 document 去說你這個程式在寫什麼東西 像是我看很多 多多的計畫商 都會要求去寫什麼 design document 計畫書 維護計畫書 對不對 你們應該有參加過啊 沒有啊 嗯 你們在座是 碩士生的舉手 那有做過專題嗎 老師要你說 這個專題的proposal是什麼 然後寫過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或者說你們只有寫過 一般的教學的作業 寫過作業而已的舉手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要講這個下面 就是 你怎麼去做到 像上面這些東西 可能就是要 符合一些軟體 code一些課題 像是什麼 彈性啊 什麼好椅子啊 好重用這些testing的 那這邊就是 其實在code compute這本書裡面 的construction的重點 重點是說 你怎麼去create 它上面叫很多 呃 怎麼講 不是一個 唯一的方法 它是一個思維 這樣你說你用code這樣做 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所以我今天會從 這邊開始講 從一些簡單的例子 好 從我們現在從變數開始講 這邊的話就是說 這個臉喔 給大家的判斷 這是好的code 這是不好的code 的icon 從這邊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然上次我們做完 這是什麼意思 好 好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 很簡單的sample code 各位知道這邊的code 有什麼問題嗎 給大家一點點時間看一下 沒問題喔 看出問題可以就是 算了 如果你想去做的話 好 那我們直接講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 它這個code 它的變數 給你看最新的 它是這樣寫 它宣告 就用 宣告 就用 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可以教哪個東西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它這樣寫 你看 如果它這樣寫的話 那如果你看 假如說你層次寫的 超過幾百行 你把宣告的東西放在前面 變數都放在前面 可是別人在看點code的時候 他其實看到五百萬號 五百行 他回去看你變數宣告的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拖拉拖拉其實的話 耗費了一點時間 在於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 我們會建議 就是 這書上的建議 就是 你可以把 當下才用到的 當下才用到的 當下才用到 所以有問題嗎 我覺得我這樣講 不對了 可以跟我說 沒關係 因為這本書上面說 每一個範例都只是一個 好的參考基礎 那實際上有些語言上 我會建議這樣做 那是有可能性的 因為今天講的這個概念 可能到幾年以後 他就可能是這樣做 因為會改嗎 所以你覺得有問題 可以直接 在我們的Talk中提出來 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他講這個 Code考力的 那個 剛剛講的概念 他說你的Code這邊 其實太長了 其實你應該把它縮短 就是它的Line的時間 然後再給大家看這個問題的Code 這是一個現家家的Sample 你看這個Code的時候 你會一時間看得知道 它在做什麼事情 它會有得到 舊的資料 新的資料 的方法 還有新的變數 其實這個Code 其實一般來說 這很細微 也是沒什麼問題 其實如果你可以把它改成這樣子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清楚一點 它要去把 你應該 同性質的事情 你要把它 覆起來 區分好 你今天做新的資料 新的資料 它就是要在這一區 那之後我只要看到這些方法 我就知道 這東西在哪裡 這樣Code才不會凌亂 好 接下來 我會麻煩介紹下去 大家看這個有問題嗎 就是它用一個Temp 然後繼續用一個Temp 用一個Wood 這樣 這邊就是說 好的範圍在這邊 你每一個 變數其實都應該要有意義 像是有人會用 剛剛用Temp 有人會用I跟A 用B 用J 書本上教的就是用I跟J 去幫你做Root 可是 你真正在跟別人在做一個Project的時候 別人不知道I跟J的意思 也不知道你的A的意思 這邊是 大家思考一下 那所以你在做一個暫時的 變數的話 你其實也是要給它一點E 對不對 好 那這邊我直接說出 這個 剛剛講的東西 就是你看喔 X 然後下面是比較有意義的 就是 用英文可以解釋出來 這個變數在幹嘛 別人 你用X 跟用Balance 其實在那個Computer裡面 它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對人來說 這個Balance的意義會比較多 好 就這樣 不要多資訊 對那個看Call的話 因為你寫程式 你大部分的時間 其實都是在看別人的Call 不是在寫 好嗎 所以你今天如果跟你朋友合作 你發現過他Call寫那麼亂 然後其實別人也就是說 這個Call也很亂 對不對 就是 反正這邊就是 有講到一件事 就是CodingStyle的決定 然後以及 我剛剛講的這些小Tip 你們都給我細討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 變數的名字 怎麼去命名 我們先看最上面這邊 就是好的變數名字的話 它是會有 喔這樣的Style 跟他講 這是陀峰式的Style 你可以放Undersource 或是Hyphen Hyphen比較 在Manguage比較不建議 是在網頁那裡比較好 這個陀峰式就是說 你這邊一個單字 變成一個單字的話 前面那個字母要打寫 就是講說 你看 RomingTotal 然後這邊這邊 然後你在看這邊 不好的話 就是它是這種 X OK好 然後或者是說 你看這個英文單字 都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到這邊不好的 就是你看 你有些縮寫是 別人不瞭解你的縮寫的意思 好 然後或者是說 你在那個 這個 整個變數 你又加了奇怪的數字進去 變得到1跟2 這個變數的意義是什麼 對不對 其實不難 這只是 你要不要用心去把 變數好好的去命名 非常Clear的變數 那它有說 呃比較好的 命名的長度 變數的長度 大概是2到3個 之間就好 這邊 2到3個 太短不好 太長 太長 某些程度上來說 可能很好 可是不見 我是不覺得啦 因為我是覺得看很多Call 等一下給你們看 呃 呃 你們知道那個 張鈺是老師嗎 他之前在微軟Call 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稍微點點 我也是經過他同意 反正這我覺得太長 其實你沒辦法去 你雖然把它講得明白 可是你 放太多細節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一個 一個Fore圈 大家來看這個Fore圈 欸 看 後面看得清楚嗎 會不會反光還是怎麼樣 你思考一下 不行不行 這個Fore圈有什麼問題 這個Fore圈有什麼問題 問題怎麼樣 我是你告訴我嗎 我會找到 好 這個Fore圈其實 就只是它 這邊你剛剛講到I嘛對不對 這些東西 那其實它這邊全部列下來 這是我做從書上 擷取下來的範例 你在做Fore圈 你看到什麼命名的方式 從到這邊的眼鏡 你可以看到說 他那時候把它做得很詳細 說每個變數啊 常數是怎麼樣 再來是這邊 如果你一開始看到這個 別人的宣告的東西 可能跟底層 像0與1 像這個東西 底層的東西 或者是D6 或者是其他的Flag 其實相較於下面這個 這個下面是比較好的 來說下面會比較清楚 這個Core在寫什麼東西 對 我會不厭其煩的 一直去解釋案例 跟大家講說 Core怎麼寫 所以這堂課沒有任何的深度 只是大家平常寫Core的概念要去改 那同樣這個也是那個Pan 改成剛剛的問題 他做了一個 那個Algorithm之後 下來做這些事情 好 然後呢 有些命名方式要去避免 就是變數上命名 反正就是像True跟False True跟False 其實算是一個keyword 或者是它有點 會讓別人confusing的字 它不會變成變數來使用 請問有人這樣用嗎 沒有 沒有 OK 我也有 曾經做過 因為 勇於承認自己錯誤 然後再來是說這個 避免那個太像的那個 變數的意思 像這個Input跟InputValue 其實就有點confused 你說 到底Input什麼東西 對不對 然後下面引量 然後再來是避免那個 不一樣的 那個 很像字的名字 可是看起來一樣的變數 像是這個Clive 跟這個 其實你會知道 Clive 只是不知道後面那個縮寫的意思 然後下面引量好 就是那個 CliveRecord 跟CliveReport 去避免這個 還有它在書上 有講到一點就是說 那個 變數上有些 一樣的發音 蠻像的 也不要放進去 像這個Graph 好 剛才就是我剛才講 就是你的變數 不要放到那個 1或2這個 哪個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 你的不要拼錯字 有時候拼錯字 通常那個 那個ID啊 還是其他的那些 寫程式的軟體 他們會 稍微幫你看一下 但是有些不會 OK 那有時候他覺得 這可能是你自己自創的變數 他不會去care 你到底寫什麼 所以英文 還有這些英文單字 不要拼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你的變數上面 然後再來是說 呃 有人會用縮寫去做 做那個 變數的 的 的那個 比賽齁 那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的縮寫也是 F RD的話 請不要 把你整個這個程式 全部弄成 有不同的 FRD的Style 像是你要一個 大寫的 或者是全部大寫的 或者是全部小寫的 因為別人不知道你在寫什麼 還是一樣 重複 別人亂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你不要用 呃 英文以外的 語言去做 他的變數 命名 像是發文 俄文 這是怎麼樣 這應該大家不懂 然後再來是這個 其實長起來蠻好 就好 就是我曾經這樣寫的 我想是 if 我把你當過程式 當過變數 if 可以當變數嗎 應該是不行吧 可是有些程式還可以跑動 對 f 好 讓大家笑 再來就是這個 呃 如果你有自己的 特殊單字 千萬不要用在 如果你是hacker的話沒關係啦 你自己寫的code自己看 可是你要跟別人share的話 或者是做project 你自己做一個奇怪的單字 每人不知道那個意義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code都要每天下去 你可能過了之後 一輪胎換掉 我的人都走了 下一個團隊進來看你的code 我說 就是 城市都要寫什麼 就是 只是這樣 從自己 往外去會不會有人想 城市怎麼寫的啊 其實那些 我認為真正那些 城市的高度他們寫的 城市 都好開發的 不是hack的那種 不同的 他們都會把城市寫得很好 讓別人看得懂 城市還寫什麼東西 大家有去那個git-hard上面 看過任何project的請舉手 不舉手 不舉手是沒看過嗎 我再問一個比較 思考的問題 你知道git-hard是什麼 不知道主舉手 好像沒怎麼好笑啊 不知道 git-hard就是那個 open source的hosting的平台 上面放各種 國外 大型project 或者是你自己想放project上去 的一個source code區域 那大家問一下 有人在做版本控制嗎 寫城市的時候 寫城市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用FTC在做 寫城市 還是用狀況詞來控制你的城市版本 有沒有 有沒有人這樣做過拜託 我會那麼敵 其實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其實有就有就沒有關係 因為我之前也是這樣做過 後來我發現用git-hard非常好用 我之前在台客大跟巡大 都有去講說怎麼用git跟git-hard 你們可以去open-foundry的網站上去看 我之前講的內容 稍微給我廣告一下 另外我回到這個問題點 你們應該去避免是說 像是一些比較 很像 亂碼 像是一些 有點hash code的感覺的那些 變數 就是比方去永遠沒有人知道那什麼意思 同樣 抓到重點就是 你要讓別人去知道說你在寫什麼東西 那 這邊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 常常遇到的事情 你們知道這邊code出現什麼問題嗎 新的湯 搶一下 7嗎 yeah 7就是那個 可能快樂常說 為什麼你寫code maid number 我不知道那個字的意思 你為什麼要射7 為什麼是12 為什麼是0 剛剛講i跟a還有abc 那些東西都是 你知道什麼東西 可是後來有一個數字 你不知道那數字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相信 你在debug的時候 你最後 可能會花很多時間debug 最後發現其實只是數字不對 你就很氣多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就是上面搞這個 別人寫過了code 你就摔桌子 不是我幹 好 再來是那個 負0的這個變數 呃 判斷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 它太長了 就是它已經是兩層的判斷 就是它這邊是小1 然後and 其實它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會把這個 整個做的and 直接變成一個變數 然後之後 再去做變數之間的判斷就好 寫成字上寫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然你可能一直判斷下去的話 其實那段code就很長 有些寫code Holy Style 它的character就只有 限制在80字 字 圓 所以太長的code 就是帶對於 題目比較小的人 他們都很累 那看code就覺得 喔 這什麼東西 好 再來就是一樣 它把兩個amp 它有四個amp 做成兩個變數去把它存起來 再做比較 那下次如果別人去debug 你的code它知道看這邊 這個行 例數行 到時候說 你這邊做什麼事 你看喔 他們這邊上面做的amp 已經把它變成有意義的變數 存起來了 那下次你去debug的時候 你會發現 喔 是在這邊有問題 就會找到 好 好 大家看一下 這有問題嗎 ok not right 沒錯 其實 觸跟false呢 你可以這樣用 那種 parameter 你可以這樣輸入的關係 可是你別人知道說 你其實要表達意思 那 在書上就是說 這些 代機器人變數 你即使也是要給它 有意義的方式去表達 像是你的Porema的Status 這種東西 那我們這邊講一個 貨圍圈的開始好了 我們來 重新把那個貨圍圈 重新寫過 大家知道這I碼有問題 然後 應該怎麼改 通常再來改的地板 應該是這種 先把12 改成 有意義的變數 然後再來改 把I改成有意義的變數 I不是 這是月份意思嗎 這把他改成月份 然後最後面第四版 改的比較好 就是把前面這個意義 可以改成 這個 用命名字可以表達的意義 所以剛剛maging number已經沒有了 然後 剛剛講的變數名稱都有 意義的把它寫下去 這邊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你寫一個好的code 跟寫一個壞的code 花了時間 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自己想想看的話多久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強 你自己hack 對不對 你可以一秒鐘 打一行的字 就是說你可以在一天內 寫超過十倍code 相較於圓人 知道嗎 其實好的功能寫壞的code 其實是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時間 就是 你寫 最近看有一個 topic 就是說 現在寫程式不是打字緣嗎 就是你其實要想好才寫 你把它寫成壞 可是後面很難去免騙 沒有聽過思考的那種東西 其實沒有人要去用 就等於做白費工作 好 寫比較慢 比如說有時候想一個電視 你怎麼要想來做 那就 一個很優雅的 優雅 對就是 讓人家看 因為我如果完全不可以 那些東西 我馬上寫一下就是很快 可是 我可能 明天來看我就看過 對啊 那怎麼辦 你跟你剛剛說 其實是一樣快 可是我 在我感覺 我會覺得 要把code寫好看 是 花了我滿多時間 這個同學錄到一個重點 你今天寫好一段code 很快 可是造成別人麻煩的 那個花的成本是多少 別人要去debine你的code 然後reflecting 獨有的話 然後testing 他可能花 可能不只兩倍以上的時間 去幫你的code 做比較好看 或者是重新把它修正正確 其實 花時間更多 可是你在寫寫寵 寫寵 跟寫好 其實你真的花時間 靜向前來看的話 真的是時間是一樣的 可是你後面做成本的效益 像跟別人合作 那時間花很多時間 古教授 回到你後面 我是覺得應該是 通常寫完以後 會回去來看一下 然後可能就類似說 第一次會寫上一篇 然後第二次 好像可以再改 就是會那種 第一版 第二版那種 慢慢的去演進 不是說一次寫完 然後就寫完 通常是這樣的 通常是這樣的 對 你跟他講那個 一版一版演進 就是code reflating 就是你要去從共鳴的程式 把它寫好看一點 唯一說 一個方形那種 可能甚至五十兩 也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 一次寫完 然後答案對 然後就交完就可以 這樣子 對 同意這場說法 我會穿一句話 讓同學可能覺得說 想這個 變數的名字 要花你的基層 可是等養成習慣以後 一個名字都在那裡 然後後來 是自然的事情 不會換成情況 那 反而是後來 你如果亂取個名字 你之後自己要看 就看不懂 最後你要怎麼丟掉 全部重新 這個是每天 會在我的實驗室發生的 那時候 三批學生 學弟來看 你會說 那誰看 你會丟掉 那誰看 像我們團隊就是 寫一堆程式 然後畫語 別人看不懂 我自己重寫好了 我不想你們看 像這種狀況 一直在發生 就很屌路 別人 你花那麼多力氣 爆肝的 幫你寫出那麼好的程式 只是 他沒辦法 繼續延續下去 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好 接下來是這個 變數 傳到你的變數 怎麼做比較好 你有些 你在做像Database 還是有些 在做程式 有些不同的商業邏輯 你們都應該把它分出來 這些程式 到哪個地方 把它存下來 這邊就是有偶爾概念的X 所以我這邊講完就是 變數的 全部 我自己講的部分 然後書上 書上他那本書 就是工具書 我去翻 翻一翻看看 翻一翻看看 然後最後 就算你整本讀完 過緊 你這裡翻都會有不同的心得 這是我聽的 因為我最近才開始讀這本書 那我剛才講到就是 程式控制的部分 Statement 也是一樣喔 有更不好的 Sample 跟大家分享 再來是這邊 這邊也不加到上面的問題 沒有看到哪裡有問題嗎 一樣啊 travel可以放得快 然後就是分門比類的 是 對 後面這樣 就是也是把它分開 不要把它寫在一起 試考一下 寫程式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講到寫程式整個的 那個 類號 這邊 好的程式的類號就是 它是一個block 一直這樣 下來下來 它不會去交疊在一起 黏在一起其實這樣就很詭異 放在寫上 好 那再來這邊有一個if 有人會這樣寫if嗎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寫 if的else那邊沒有錯 其實不要這樣寫啦 因為如果你else沒有做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比如說 反例是怎麼樣 去做 或者是else不要寫 或者是說 你把else那邊寫個註解說 這邊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它做什麼事情 表示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要寫不寫 執行的東西 可是 你把else那邊寫個註解說 就是你寫覆記下來 別人知道說你else是做什麼事 雖然沒有錯事情 就是程式給人家很充分的資訊 再來是這個cast的switch這邊 大家看喔 它這個其實是說 它裡面的資料拿出來來做 copy的事情 delete還有什麼format還有help 可是它是用switch方式去做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這樣寫過程是 就是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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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判斷每個那個字的第一個字 其實它應該把它寫成這樣 就是 用什麼 做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變數 因為這是o對不對 戴進去之後 這整句話就很像寫英文 你知道說這在做什麼字 然後做下來 好嗎 這邊應該都不難不難 然後再來就是有人 會把switch跟if黏在一起寫喔 有嗎 好 我曾經做過這兩次啦 那時候我怎麼不會寫cow的時候 我相信不要這樣去寫 這真的很恐怖 因為你知道 他 進入這個思維 然後又一個if 那之後他如果cow去maint 在座的學生程度好一點 結果我一直在跟大家重複一樣的事情 已經在明白 沒錯 因為這只是cow complete e-l-e-must 好 再來是這個 loop這邊 有看到什麼問題嗎 直接給大家看 這邊其實 他這邊 勾圖這個 是大家書上都會講到 不要用勾圖 這樣大家應該都知道 然後他說 如果你要在一個 wide loop去做跳出的話 就是通常是用一個break 跳出去 這邊前面會有一個判斷的那個 好 那這邊請大家不要這樣寫cow 你cow圍圈又有if到一半 因為你從0到100之後呢 之後你又要從裡面有一個 什麼樣的條件 然後他就把這個cow 跳出圍圈 其實這樣寫不好 非常不好 因為你這樣有點是 你層次寫到這邊到一個條件跳出去 可是你在這個程式包含兩個條件 他可能就是做好方式不動啊 就盡量單一然後直白 去做這種事 再來是這個 一樣 剛剛講的 IAR那些 全部都把它變有e code 這個三個多重合起來嗎 然後再來是 這邊大家看一下 你們在寫那個什麼 分net 演算法 有寫過 帝回啊 我在講帝回 然後通常你們都會用這樣去寫 然後書上會說 像有些帝回啊 還是做什麼階層的那個 還是有些書的範例 都是用帝回方向去寫的 然後其實他們對於那種 直接去算數學的某些演算法 他們會建議直接去做破圍圈就好 他不堅疑用帝回去做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別人看不懂 第二個來說 他的那個performance也不高 他會是用boar去做 很直白你也知道他做什麼 然後笑成這樣 相較於帝回啦 可是我沒有說 一定每個都這樣的狀況 還是有那個暗示的狀態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邊其實大家看著我講了那麼多 其實你們從這邊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就是說 這邊這個code發生什麼問題 可以讓後面的人可以回答 或者是女生也好 走位 我們還確定是宣告馬上用嗎 喔 這邊沒有 沒有 你們想想看嘛 就是我帶大家來看code 大家有用發言 加入我們 Yeah 這邊嗎 對 OK 他被說是布林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搞不夠的樣子 他把pipe變布林 然後下面0與1 換成tool跟file 你要做判斷的時候不要用0跟1喔 我記得有個影片喔 好像用0跟1 是不是PHP啊 c c給人家判斷嗎 那你怎麼寫出的 那你怎麼寫出的 Linfor Linfor 如果我沒寫過c很不深入的話 我猜應該也是用變數幫我代替這個 把0跟1吹在一個變數 然後幫我做判斷 應該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在做那個c的話 我還是建議就是 剛剛那個同學說的 用macro方式去做 好 所以 如果你在做那個c的話 我還是建議就是 剛剛那個同學說的 用macro方式去做 好 那你一般c以上 每個語言 它都有內建 觸跟file的那個 building的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好 那再來的是 欸 你快過了 喔 已經看到最後一章節了 那時間多高 我講蠻快的喔 好 我這邊一開始講就是 你要怎麼去指揮一個好的code 在座各位寫過的一些程式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好 作業的程式 或者是 不是老師出什麼停車場題目 或者是 還是 大家分享一個 這種沒梗接的段 我認為程式應該就是 我開始去社會開始寫 就是寫 更別人已經寫 所以像 學校整理照的 因為我們都是粉絲系徒生 我有點不知道 之前你們是怎麼寫的 像我聽過是有停車場的啊 什麼演算法的 什麼小作業的啊 然後思考說 你能用C去寫出來 得到什麼結果 然後通常同學就是 啊 你寫好了 我沒有偷過來用 他有家也很 很懶 連變數啊 Style 連行數 空白都不改 然後直接教給老師 對啊 那應該會有經驗吧 你們今天看班上那個同學 最厲害的 欸你寫好了 我跟你很好 那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答案 然後那時候可能用 答案的方式 像FPEP去傳 或者是用即時通 E-mail E-mail 寄你的程式給別人 好 這些都是 我們可能都會犯很多 好 那我們開始講這個之前呢 我會先講 什麼是Software Construction 這個東西在CodeTable 就是Construction的那個 整個的 呃 就是他整個 要做的事情 有這些 呃 這是一個圓喔 後面看得到喔 書上有 嗯 有包含到這些圓的 月中心 表示這個Construction 是他的重點 那之後他有把它變成 比較立體化的圖案 就是說你要去做 軟體 應該做的事情 我剛才講的 Value Statement 只講說一個小team 從書上推出來了 那你現在開始要思考 就是說你怎麼去寫Code 開始思考去寫 你要寫大型的 你要寫作業 或者你要寫 那個 你要寫大型之前 你要做一些小的test 小Code 那個要怎麼去寫 那我這邊只會講說 你怎麼去用 那沒有一定對跟錯 就是一個思維 思考看看 因為每個 現在已經 合理開發 已經過了20年了吧 一直在走別 所以我們現在要學C 學C++ 這個我猜應該都已經很 歐時裝的東西 現在像國外 因為我在中醫院那邊 有很多Inference 從國外來的 他們都開始學動態語言 直接開始 開始教 或者是他們直接去參加 Source Project 那我聽過一個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學生 就是 有一個學生他好像 成績很不好 可是他有個興趣就是 去參加 Source Project 他常常去 在吉他上面去做 把Code貢獻回去 他做這件事之後 他畢業前 就已經拿到去 國外工作的機會 可是他同期的學生 都還去思考說 我要去考哪間研究所 OK 所以 Open Source 對於一般學生來說 其實是非常好去 自我訓練的地方 你可以用P-POP 跟別的 已經是很Senior的 Developer 去做共識 他會跟你講說 他現在最新的經驗是什麼 你這樣寫才對 那你可能就一次連升好幾幾 超運同學 然後可能幾年下來 你就有ZHP的地方工作 現在有人想去台灣的軟體公司上班嗎 很少吧 大家都喜歡去系統賞 上那個什麼叫什麼 台達啊 對不對 台機啊 那都硬體啊 可是如果你是想寫軟體的話 我建議的話 從你這時候 就開始參與 如果真的做得很好 你可以 把這個code 跟其他人share 那我舉個例子是說 有些老師他會用GitHub 跟同學做互動 就像我剛才講 你叫作業 你就contribute過來 GitHub上面有個中央名字叫做 發一個那個 Port Request 給老師 然後看說你到底該什麼 那如果你同學們 今天是互相Copy過去了 他就知道說 哇 一個敏感 等等之類的 那老師會後過GitHub這個平台 去跟你做code review這項動作 他說你這個code本來寫錯 你應該怎麼改 那你就改一改 就把它contribute去 然後給他老師做對為止 OK 我剛才講的抽象 可以大家去自己聽聽看 或者是上網找資料 反正就是 現在學校教的東西 其實 你把它做完 你還是學到 nothing 自己要去網上去找 才是現在學軟體的趨勢 去找 然後去找他線上的course NOOC那種線上的course 然後去有系統的學習法 把程式寫好 OK 好 好 老師這樣 其實老師這邊其實也是很多 好有趣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自己參與 好歹來自己講一下 好 我剛才講的時候 Activity呢 每一項其實都是有 怎麼講 重複在做 就是看這個圖 你做任何Design啊 什麼 Purrent Define 你在寫大型專案 或者是你在寫小型 你的問題定義很重要 你只要說你現在在寫什麼東西 如果你的Define沒有做好 你怎麼開始寫後 對不對 有人說不會啊 我就直接 開始看別人怎麼寫 跟他寫貼 欸有了 開始靠 交錯一點 這是 這是不好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怎麼去做Define 這邊不會講那麼細 我這邊就跟你們講說 你們怎麼去區分 等一下會講出來 區分怎麼去設計一個程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Tolding跟Debugging 這是大家常常做的事情 在扣卡就是很舒服 OK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有寫過Testing嗎 同學們 同學們 沒有 你們寫過Python嗎 Ruby 哇有耶 大家都寫C的嗎 你們都要去戲農場 不錯 其實我真的很不會寫 因為我不是 我不是conversize背景 好 再來就是這個 其實你在設計一個程式 它是一個很 上面是什麼 煎炸的問題 我認為是這樣子 就是你在設計一個東西 像是那個1930年代 他們做這個橋 美國 他們做完才發現說 這個橋 會不會風搖晃而損壞 可是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沒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怎麼 就是 你做出的事情 所以你是一直在重複 重複在做 做的 做的最後可能是失敗的 你就從失敗中求一個教訓 設計師一直去改 一直去改 一直去改 你今天不是寫完做一個教 就沒事了 你去做一個軟體是 你今天這樣寫 哇到最後 哇整個可能要重改 那你也知道 重改 或者你是踩著新的發覺 去重新去 達到這個目的 那整個設計的思維呢 就是 它是一個很 比如說 很空泛 你今天跟別人討論你的構 討論你的設計 你會講說 我要畫這個圖 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怎麼寫 概念是這樣 然後 你就會說 我覺得應該是怎麼樣 跟別人看你那張圖 畫整個設計圖 他不知道你在畫什麼 你跟 那我就稍微去找什麼 UML 畫什麼class diagram 跟大家講你在寫什麼東西 其實 是可以 可是 有些東西像是那種抽象 在設計的東西的話 還是要做下來好好地彈清楚 那在設計這邊有分兩個方式 這就是他有說 就是你可以從上面 問題定義 從一個 Dark Picture 往下去 Deep 下去 假如說我今天要設計一個 像是時間那個 的軟體的話 我應該會有什麼 maybe有 Beta Base沒有 或者是你要顯示 Interface 還有一些 你的一些 時間的一些 RAW 還有一些演算法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分散在 某個不同的 Module裡面 你要去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 下面是這樣寫的 然後下面 第二個方式就是你可以從 現有的細節開始去展出 你要寫什麼程式 就是你今天寫到一個作業 你覺得不錯 你行車場那個程式寫得很好 你會開始講說 我應該加什麼進去 加什麼進去 那在這本書裡面 它說到這兩個其實是沒有對跟錯 只是你自己的取向 選擇是什麼 好嗎 那我這邊整個書 它是比較偏向是從上到下 的講法 一個大 Picture 然後講說你怎麼去做成 Subsid and In Class Routine Routine就是Function的意思 你怎麼去區分出來 然後最後再用速刀扣去寫扣 像這種東西 OK 好 那軟體設計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控制你的複雜度 那我剛剛呼應到我剛才講的東西 你寫扣 你也看不懂 那表示 就一定程度的複雜線在裡面 那是你自己寫的思維 那通常思維這種抽象的東西 你沒辦法像是拷貝一個硬碟一樣 直接複製過去到別人的反應 思維這種東西就是 那種複雜性要好好地反應 那有分的複雜性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本質性跟偶然性的 本質性的話我以車子舉例 車子有方向盤 車門四個輪子 引擎 那些都是本質性的挑戰 就是問題複雜性的挑戰 那偶然性的就是說 你剛剛的門是要什麼顏色 你的輪子是要用什麼胎 你的引擎是用V8的還是其他的 那是偶然性的問題 附加了 OK 這是兩個你要去思考 你怎麼去控制這個軟體複雜性的地方 講到這邊同學有問題嗎 我這邊講都跟前面舉起來比較枯燥一點 沒關係 再來的話就是這邊 就是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你是整個這樣分下來 左邊 這邊 這邊是你的軟體 對不對 你分下來從大到下 你這邊有一個subsidant或者是package 你寫什麼c-shop 或Java它都有package 然後再來是pass 然後這就是in的方面 你看喔 你這邊分成小的東西 跟剛才講的database 然後負責interface等東西 然後負責一些商業邏輯的東西 然後應該是分開來寫 對不對 沒有 好 然後之後 你針對database這個程式 負責database 你又去寫說它應該去注重什麼地方 Io啊 open and close 這種很簡單 直接往裡面懂 然後最後你這些class去寫 routine呢 就是 以 讀database舉例的話 就是我拿起來要補 我剛才講的 open跟close 就是一個routine function 能不能寫出來 所以同學去寫 想說如果你要去做一個大的程式 大的軟體 你可以用這樣去思考說 現在你的那個point view 是看到哪裡 你看程式喔 這是程式的哪裡 那你心裡就要一個大批評說 我現在做的是哪一層的事情 class在哪一層 你的sub system在哪裡 那個你都要在做軟體的各種角度去看 你才了解全部的意思 不然有些程式就是 我這樣寫就好啦 為什麼你要管那麼多 你不想分class不行嗎 對不對 其實會 真的就不行了 你如果不分class 程式就很複雜了 好 好 這只是設計上的過程 好 所以呢我剛才講到就是 你要去分 把程式做 去複雜化的最好的概念 他是說 因為他這個code comment 書 是從1980開始寫的 然後他做了很多 就是那時候大家做論文文獻的一些研究 蒐集出來寫成一本書 他說很多學者都講 他的中觀的概念是說 你要做一個比較很大很複雜的東西 怎麼去複雜化 就是把資訊引擋起來 怎麼說 我以內容出來說 你今天軟體看上去對不對 時間 可是裡面 我講 遙控器好了 遙控器直接點 很簡單 可是下面細負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 除非你這也是那個 Engineer去做遙控器的東西 那Engineer 那個遙控器的版裡面的東西 更細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程式就是那種概念 軟體啊各位 我講比較精準的字 所以你的資訊隱藏就是 你真的要把你的 受容器藏起來 還有你的複雜度藏起來 好 那通常我們這邊學C或者C++ 我記得他們都會教你們用繼承啊 就是OO C沒有 C沒有C++ 繼承啊抽象啊或者是波形 還有封裝那些 可能請問各位有OO的概念嗎 沒有OO的概念嗎 沒有OO的概念 沒有 本性的OO 就是 復健導這樣 不夠啊 OK 怕我可以放一件掌聲一點點 Sorry 我先把這拿起來 好 這個有點卡卡 第二個大王 我用大聲一點講 好 這邊就是 你要怎麼去做 嗯 那個 隱藏你的複雜度 第一個就是用空裝 Sorry 抽象的方式去講 抽象的概念你可以去想 你寫程式喔 可是我現在用一個 圖形去跟你說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 你今天做一個方式 這是實際上你要做的事情 可是你去跟別人講 你是用畫質上的圖形去講 我要做這個方式 對不對 對吧 不管你怎麼做程式 直接給大家 detail 全部嘛 你已經先這樣講 那同樣你在寫程式也是這樣 你在做這個程式這個class 你一看到好的class 一定是上面這個 簡單的 很簡單 清楚的interface 讓別人知道說你這怎麼用 請問各位有用過API嗎 我用API的選例就是 你像Google Google Map API 你看到就知道它的API是怎樣 可是你不知道它的程式怎麼寫 你不用去care你 你只要用就好 所以封裝是有這樣的感覺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這個 呃 所以我剛才講錯 抽象是有這樣的感覺裡面 那封裝呢就是 你知道這個整個房子是怎樣 可是你不知道 它這個門的材質是什麼 對不對 它窗戶是用什麼size 可能你也不知道 我以防止舉例是這樣 所以你在寫程式 也是這種模式 就是你看人家class 是這樣的程式嘛 你不用去care說它下面 程式有什麼資料在裡面 它的邏輯 它的method function 到底寫什麼東西 好不好 所以你在想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要思考 我這個系統下面 我可能需要這幾個class 去做這個目的 可是這個class下面 做什麼事 是class內部的事情 那邊 就是怎麼講 你一個人在同一時間內 去思考一件事情 專注在一件事情就好 你今天做設計 一個大的圖 寫好之後呢 你可能可塞給大家 這個子系統 誰去負責 誰去負責 那下面的東西 那個主要負責的人 不用決定他 你到底做什麼 最後你的程式 能夠接起來 可以接起來 就完成你的工作 這邊講到這邊 有聽不懂嗎 應該大家都懂 我猜 然後好 這邊是有原因去做class 一大堆 然後再來是哪些class要去避免的 我剛才講 萬能class 就是你要做一個很厲害的class 其實是在 控制出雜誌上面來做 是非常 不切實際的 你有個萬能class 那等於是做一個軟體 對不對 然後避免就是 他說class這邊 避免用那些英文動詞去做 因為你寫class 它就是靜態的 你寫function 有些是要動態的 是避免這樣 大家可能知道 好 那這邊講ADT 我剛才講的 其實有點加上封裝 那個 抽象的概念 你知道說這車子是什麼 什麼東西 可是你知道氣部是什麼 這是在那個 物件導向裡面 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書上有說 你們在講物件導向的時候 通常是用繼承嘛 對不對 可是它書上的重點是 所以你怎麼去把這些class 組合在一起 繼承它比較少去 promote 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天有一個 假如說一個基本的 父的 父親的父 的class 你一直升上去 對你程式寫 跟去做最複雜的話 其實沒有大的幫助 真正有幫助就是 你寫class 不一樣的 可是它可以幫助別人 去做很好的連結 重複的使用 算比較好 那你繼承下去 其實 會變成太多繼承 但其實這樣太複雜的話 繼承這種東西 他們在這個書上 沒有講那麼多 他應該是去老公講的 好 那我再來給大家看一個案例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 train 顯示一個文字的話 你的程式會怎麼寫 我這邊有分階段 因為我是沒有把它分開 但是這個空檔就是一個階段 你一開始會分這個程式的size 後來 你一定直白這樣寫 那之後呢 你又開始寫說 size 6有pixel 我也這樣寫 哇 這樣子就很怪 然後再來就說 好啊 那我就加個 attribute 然後這邊我要出題 出題 一開始你再寫底層 你就說 是用0x02 你是誰知道那個字的意思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背景的話 所以他要換成這個出題的字 然後最後他變成這樣 其實他有更好的解決板就是 他變成這種方式 把它全部到HPU的話 你這樣講不精準 就是那個意思 就是他有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你看到永遠只是一個math在做 你今天要16號字 你這邊可以這樣去設定 你這邊可以這樣去設定 幾pixel啊 幾個point OK 就是在講class 講adt的東西 稍微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比較弱的抽象這邊 大家來看 你看你通常寫c 它的box有分public的地方 跟piracy 你這樣看 你看他懂他在寫什麼嗎 他initial一個command的start 然後或者是他initial一個report的format 你看喔 這是command的區域上面這個 然後下面是report的東西 其實他應該把它寫成好一點 比較好分辨 所以這邊就是放別人知道說 你這個class的前面在寫什麼 對不對 你一開始走上來 我們通常是一走上來 我看不清楚你寫什麼 現在就是這個class其實寫不太好 OK 好 然後再來是這邊 大家有看到這個什麼問題嗎 他這邊設定一個資料 然後下面是他的方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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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隻是好的 我看大家有沒有這三個 不好笑 其實是好的 就是這樣寫 然後再來是這個 更好一點就是 他把當初的東西 全部把它變成 一個方法去呼叫就好 下面他做什麼事情 你看上面 什麼initial啊 那些東西 旁邊的東西 他全部集合到這邊 只做一個自己 對不對 你要initial user interface 你要initial一個report 那都是你的class下面 應該去care的 你上面再用的話也不會 我現在都是以一個人去用一個 你寫可以去講這件事情 好嗎 好 再來是這個 mixed label 這個東西 你看喔 他這個class 他分成 employee 跟那個 那個item的list 其實這兩個就是 已經 真的沒有相關 可是還是放在上面 所以他這個class也寫得不好 實際上應該把它寫成就是 你這個class就for only for那個f1 這樣子 然後下面 下面pilot這邊 他就是用一個 那個指針 去帶入這個東西 上面也不知道下面寫什麼 通常是希望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那個initial 你看到嗎 這邊有個問題 他在pilot這邊露出了一點資訊 給大家下去 他會看到 他讓別人知道說 他的address 是用string把它存起來的 這邊就沒有達到資訊領導的目的 你們從這個item 可能沒辦法真正確定到為什麼 但實際上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給人家發現之後呢 別人知道你是怎麼用 他就會說 喔 因為你程式這樣寫 那我不想跳過 所以我從頭講 因為你程式是有initial 然後才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根本不想跳過那個 我想直接跳過initial 直接去做你的 第二個方法 punction 是直接去call那個東西的話 那你的程式 就容易被人家做crash 這樣做不好 就是別人知道這樣做 他就不用照你那個邏輯去做 好 怎麼說呢 反正這是 如果你寫一個class的話 你已經寫說initial 然後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那就是一個god 如果別人就應該這樣follow下去 可是如果你當別人知道說 你從第二部都可以這樣做 那你這顆粒變得比較沒有意義 這樣嗎 OK 老師想講一下 因為在C家裡面 工廠實作的細節 都是隱藏在privates裡面 是 那如果連在privates裡面 都不能夠寫 那個實際使用的變速型態的話 那到底我們新家家的programmer 要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下面啊 寫在下面啊 就是你要用指針 或者其他方式把它取代 你不是把它的那個 形態寫在上面 在這裡 可是用指標的話 指標的話也會透露 資料型態啊 除非我是用follow的指標啊 好 問到我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 老師您知道嗎 大家都這樣討論嘛 好 謝謝 請你 請他人 他其實 至少他的資料本身是 是那個 安全的啊 就是 沒有超過上面 沒什麼 沒辦法去改他 那 也許上面東西 沒有消耗 就會 會把你們全部來個資料 所以他這段是要講的什麼意思 我這邊要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形態通常是給人家看 可是如果你的程式上面有漏洞 別人就給你裝 這是我自己講的實例 可是實際上那說上次講 你怎麼讓別人不知道下面在做什麼 那不知道下面做什麼其實不是要去防他 只是說你在這同一時間 你不用去思考別人的class做什麼事情 你只要做好怎麼用別人的class 給你這個一顆廢子怎麼去存取就好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講 可是Sorry我對其西家家沒有那麼熟 所以這個問題沒辦法回答你 我自己的猜想是上面有兩個assess的方式 第一個getNAM 我們從getNAM的這個phorotype 是看不出來裡面怎麼存內域的東西 那其他的內域是用street來存 如果getAddress 你會看出來他裡頭是用street去存 那你就可以猜出getAddress裡頭 就是背後這個 即使在private裡面 你可以猜出在private裡面用street 如果street裡頭有個漏洞的話 就可以鑽進去 從那邊破壞一個小事 但是從getNAM來說是看不出來 因為你知道4NAM裡面是存的是什麼 雖然說同樣都是street去存在裡面 所以我想蘇老欣賞你要說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藏在更仔細一點的話 你覺得Hacker比較難 蠻公職的 我們也可以這樣就好 對 可能比較容易公職 可以得到 謝謝學老師 忘記了 其實應該就是剛才講的 這個程式不用去 就是 Defense說是在攻擊 你只要把資訊圖起來就好 因為人都會有一個人性在 他想說他應該怎麼寫 就去做最直接的方式去取用你的程式的資源 他這邊就是要預防這種事情 OK 我是想說如果只有不給Binary跟Public 直接進化了一個程度 但是如果全Gensource code不看都看得出來 對啊 事實是就這樣 就是你知道這個程式在寫什麼 可是你不應該留這個東西點邊去知道 OK 如果有這樣問題 可以再說 說你再怎麼藏他 如果所有搜索 code都有 你就是追得到他 那下面你提供他 對 如果真的要去追究的話 是這樣子沒錯 對啊 但是他這書上只是說他隱藏下面的資訊在做什麼 讓人在人腦在同一時間內 或者在他專注的事情上 這就對了 因為你搜索 code open source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做quip 就是這邊跟資材沒有關係 只是你寫程式的一個思維 好不好 很容易跟資材的結合 扯在一起 好 再來這個 嗯 可以講過嗎 這是指標 好 在那個 2000年以前 routine就是function 那現在大家看到 就是用function去講 就是中文分韓式 韓式 來講這個function的意思 那現在我剛剛講的 routine在code上面的routine就是 他們講的function 只是隨著年代他們開始換單字 OK 那哪些東西就是好的原因去create呢 我剛剛講就是 把複雜度減少 下面這邊同學可以去思考 這什麼東西 那我這邊舉例 我用一個那個 sudo code來舉例 為什麼我要去做一個function 好了 我今天寫一行程式 可能 這樣其實不需要變成一個function 但是他其實需要 就是 怎麼講 不要偷懶 就是偷懶 就是你應該把他寫好一點 你就把他寫好一點 你看 第二個項目這樣 他變成一個function之後呢 他做了這些事情 他是一樣的事情 那最後 他可能因為某一些 需要他加的東西 他要把if的控制 stainer就加進去 所以你當初認為寫一行就好 實際上最後再用 或者之後再用 就沒辦法重新去使用 可是你寫成一個function呢 你就可以之後 重用他 一句不要道 好 同學應該都有寫function的概念嗎 好 然後這邊就是剛剛講的nam 就是 bad的跟好的 太長 不過 有些時候太長也是好的 好 and then 他盡量是用 去避免說 像這個 上面那些不好的 outproof user 不太懂 應該把他擺成這種 format and view output 這種 密模方式 我剛剛講的密模方式 大家可以在書上去看 然後再來是 我剛剛講過什麼 數字啊 那些的 成本這些 其實我剛剛講的 嗯 變數 跟這邊的秘密都是有關係的 好 其實大家都有 知道 然後再來就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是 你整個function 寫幾個字比較好 我看過別人寫過的function 有到一千 甚至一萬個 可是你不知道他寫什麼東西 那真正別人能懂的範圍 大概就是到 最多兩百 兩百行的function差不多就夠了 如果太長 可能就是你寫的這個 邏輯 你可以繼續再把它分底下面 分成兩個方面去寫 好嗎 這邊寫 欸 沒錯 這個數字是會跟著 不同的語言會變好 或是 比如說 這可能在CNAP 換到Python 或者數字會變好 我會這樣講 就是 他會根據你的 註解 來去看 來去看 通常你的那個coli style 你會講說 70或80個字元 唯一行嗎 那可能 每個人的變數 變數度越長的話 他勢必就要變成第二行去寫 或者說 你剛剛講 有四個amp 做四個amp的判斷 你要把它多寫兩行 那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要講說語言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對 如果我們不包含註解的話 我就覺得還好 我想說可能因為 一把一把行的Ccode 和一把行的Ccode 所以一把行的那個做的事情 會比那個Ccode多很多 那一定啊 因為他是上層的語言 跟C真的差很多 因為如果你做一個網站的話 你用C鞋不知道誰要過久 跟你用換人鞋一下就什麼 對不對 應該是不用這樣去想 那通常是一到兩百是 以人看的 為主 他說一到兩百大概在做什麼 OK好 不過你們等一下會看到 就是我們語言老師的code 你就知道他怎麼寫 所以我把好料放在最後面 好 再來是這個 一樣就是變數的方式 你這邊input的pyramid是這個東西 後來你又重溫使用了回去 一樣的變數 這其實是很confusing 你應該把它改成 變成這個新的local的變數之後 去把它retend回去 這是你在寫function的時候 應該會出這個事情 OK 謝謝大家今天沒有交難 好 然後呢 你整個那個function要傳進去的參數 在英文講的都pyramid是 最多7個 7的就很多了 太多的話你這個function變長 長度喔 長度變長 這是一個相對性的那個 然後以及你的那個複雜度會更多 所以7差不多最多啦 不要再加可能10個版本的進去 那不知道在寫什麼 好再來是 我剛剛講完function了 還有講class了 我們有回到剛剛漫章 那個階層 你這邊寫完就是 你分好你設計好這個 子的系統 subsystem h 然後開始寫class 剛才講bass 然後剛才講functional 那怎麼去寫functional 那這邊喔 他提供一個思維 運動以思考的去寫 那 其實有有人說 你可以寫那個ddd 大家知道ddd是什麼 text driven的東西 開始去寫 那用那個 我等一下講的方式也是一種 其實沒有對跟錯 就是看你們的取向是寫過哪一種 那我跟你講大家 用sudocode的好處 ok 有人寫過sudocode啊 記得有些paper都要用sudocode 去體驗你自己的code寫什麼東西 沒有 sudocode其實就是用英文去講說 你這個程式的邏輯要怎麼寫 你今天可能用ccode寫了100號 其實你可能只要用幾行英文 就可以表示出來 可是sudocode他不是可以執行code 跟大家今天說明一下 他是你在寫ccode或者寫任何英文之前 你先照你自己的邏輯 把 用英文使不適刻的把它寫出來 那 你之後不懂ccode的人 他可以看sudocode 知道你這段code在幹嘛 因為他不需要了解那個syntax c的syntax是什麼意思 他可以知道說 如果他可以合作的話 不懂ccode 他知道說你這個code在寫什麼 其實像 對於 我剛剛講那個重點就是 sell document 究竟很重要 我剛剛講那個 loss force 掉一點 想說今天看你的sulocode就知道 是因為 我等一下講 你寫完sulocode之後 怎麼變成註解 再開始寫ccode 很簡單 非常簡單 好 這邊 是一個 不好 不好的範例 就是sulocode這樣寫 你看到這些東西好像是某個語言 好像c吧 c的寫法 這樣寫呢 其實是非常不清楚 這個sulocode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你應該把sulocode變成一段英文句子 寫成這樣 你要keep a small 做什麼事情 reference 這邊都把它寫過來 好 這只是一個原則 然後再來是說 你怎麼去做class這邊 class這邊你是分好幾個class 你今天有個sub-system對不對 你的class這邊是要做什麼 one purpose 你就把它專精做好 然後做好之後 你沒有什麼function 要怎麼寫 就開始用sulocode來寫 好嗎 就是我跟大家講一個 就是這種方式 大家回去如果再寫ccode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之前我去 在那個 台北 講第一次的時候 你們知道高健龍王是嗎 他是跟我說 你不需要那個sulocode寫 但是我是覺得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就是 再說 好 然後接下來就去講說 你在寫function應該怎麼寫 你design一個function就是sulocode 開始寫sulocode 然後開始寫code code跟sulocode不一樣 好 然後review都要回去 這邊都只是一個流程 大家看一看就好 然後真正sulocode的 這個步驟就是你要先design 然後design 帶有前面的prepare的東西 像是你自己寫 如果 以Python舉例好了 你今天寫Python 你sulocode 你要為了 為了寫這個目的 所以你要去看Python的Library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直接拿來用 而不是自己從頭view的 從頭到尾自己打造一個東西 所以你在做sulocode之前 你要去survey有用的建築資源 然後你知道之後 你再開始講說 你sulocode要怎麼去寫 好 第一個就是Python 然後code這邊 這個code就是講sulocode 不是一般的sulocode 然後開始講說你的code 第三點就是recheck 然後第四 第四就是你做完sulocode之後 的步驟就是 你可以跟你的同學討論 你看懂我的sulocode 你知道我做什麼事嗎 如果你英文句子 邏輯編都不懂了 那你怎麼可以說服別人說 你的sulocode 你的sulocode 給你看 來 我們走吧 看有沒有 有魅力 是喔 是喔 可以吃Python 那你們可以吃Python 那你們可以自己吃Python 還是你們想跟我講完 很快講完啦 很快 我大家看一個東西 然後 Python就是sulocode 然後 這邊第四步就是跟大家討論說 你現在sulocode寫了什麼東西 最後 大家都OK 確定了 你就開始寫一個code 寫下去 那第四步之後 我這邊對大家推薦用 TipHop那種 図書寫的東西 如果你大家都在各地 你就用那邊做code review 直接用sulocode來code 不是直接用sulocode 所以比較好 一開始如果大家都不熟的話 sulocode可以解釋 然後最後 你開始寫真的code的時候 那別人說 喔你這樣寫 原來是在Ruby 或者在Python 是這樣寫的syntax 是怎麼用的 sulocode sulocode真的 沒有講 對一個begin人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不管任何語言 你今天如果是Ruby好了 你今天教他 可是他不懂 可是他從一進公司去看 整個科學的話 有sulocode 他知道你在幹嘛 他可以從中學到Ruby的syntax 總比他自己去練習 寫Ruby來的好 我覺得比較壞 其實我跟你講 所以高隊老師說我對 我覺得我只看法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樣 剛剛的流程 然後呢 寫Ruby的第一步就是 你先把這個Function 要做什麼事 什麼Purpose Output Input 寫成一個一段 你像寫一個作文這樣 把它寫出來 讓別人知道說你這個Function在做什麼 那我從頭到五就跟大家講 今天有一個子系統 下面有一個Class 那這個Function上面又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的團隊都有這樣的那個view的話 就知道你這段Code是在幹嘛 OK 講很簡單 好 第二點 然後你開始寫說 你的那個Function的那個 interface是什麼 然後再來是講說 你的Sulocode才會開始走 像他這個案例是說 你要怎麼去report error的面前面 然後他一開始設說 我的epore是fail 有變數是fail 然後之後呢 之後我要去看說 這件事情他的error是是什麼 因為他要把error code 傳到這個Function裡面 去做判斷 做判斷是說 如果他是這個error code 是符合這個Function的規則 假如說什麼error code 把error404好了 中網頁這樣 他就去做下面的事情 如果不是可能error什麼abc的東西 他就做別的東西 所以我給你稍微簡單的 帶做這個sulocode來寫什麼 你就有概念 之後呢他就把這些sulocode 就是他已經做到第四步驟 大家都知道這個在寫什麼 也確定他每一句很精準的寫 之後呢他把電柱子 然後來開始寫Code 可能寫Code的話就開始開始寫 填上去填上去 填上去寫 那如果大家可能會說 我寫書中可能寫不清楚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把它分解出來 變成第一個方面去寫 不要把它變太直 太肥 canny這樣 然後最後整個 整個寫出來的方法應該像這樣 你會有header 然後這邊是他的註解 前面的這個方法寫什麼東西 你看到這個方法上面做的事 已經有一個common sense你在幹嘛 然後他開始說 噢這邊做做做做做做 別人就知道說這個 整個 就算你寫C好了 都知道你在寫什麼 好啊 如果你今天寫什麼scala 其他的語言 你還沒學過的 你可以透過sulocode知道說 這在寫什麼東西 所以 寫好的code 寫壞的code 總體來講 好的code 好懂的code 真的比較快 不好code 就是你要去testing 然後去debug 你發現不懂他的 隱藏的細節 bug是什麼 花費你更多時間 然後 更重要的是 有些同學就是因此這樣 不想去 寫code 因為寫code 不想學 太累了 同學太機車 還是太白 寫code 我都看不懂 不想合作 有可能都是這樣來的 如果你可以把它寫 像英文這樣寫很清楚 我相信 這應該可以減少一點這種現象的發生 這是專門為同學講的課程 不過到現在這個主題就是 你怎麼讓眼後 讓別人看得懂 跟你設計上應該是稿子的東西 好 那大家 你們發現我還沒把握的 最後一個 菜端出來 那我現在端出來給大家看 這是 所以我們這一定是一檔 好 等我一下 這個是 這個呢 那個張運勢老師 之前在 Microsoft寫的code 然後他 因為 有感而發 因為我們之前的lab寫code 也是很糟 所以他就 列幾個他寫code給你們看 好 這邊是他整個code的 外面的strucker 他這邊是寫那個kernel kernel他這邊是 就別人大大寫的 好 這邊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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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就是微軟的東西 就有不能太明顯的秀出來 ok 好 已經關掉 然後這面是code 俊老師的 可以稍微大家看進去 進去什麼 反正就是他這個code呢 就是 那個大大寫的 神人極的人 他寫這個kernel的code 然後之後我們老師就寫 其他演算法去做這一塊 所以他會去 import這個kernel 就是我們看裡面有kernel的東西 還有那個下面c的 好 這邊copy write 來 然後這邊的 他們coding style就是這樣 一開始整個module 整個module是這些東西 然後opture是那些做主事 對 然後opster就是 2001年寫的 環境是用在kernel only 一開始這邊 他的這個變數 老師都有用到 有沒有看到他這邊寫的 好 欸 請問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想問一下各位有人在寫扣嗎 有人寫成這樣的code過嗎 沒有 這樣寫是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他寫什麼 不覺得 不覺得嗎 好 看喔 看喔 他這邊寫的 他這個module input了四個 東西進來 對不對 然後下面 他在第一個routine 就是function那邊做什麼事情 這邊 他把註解都寫得很清楚 input什麼 output什麼 然後之後開始用 對不對 他 呃 像這個東西 我應該補秀比較好 他就function開始用 然後 這邊寫的statement 寫的文件做文 然後開始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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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 他function雖然就一小段 他上面寫的註解 幾乎是比function的本身來多 有沒有看到 然後下面又有一個function他就寫冷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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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用那個fine就知道說這個變數正常的位置 如果你今天是用I A 變數正常會寫什麼 然後去debug 說你正常A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好嗎 OK 這邊一個小小小介紹一下 然後看一下 然後 前任Call這種老師他有說 sudo call 不好 可是有人說啦 他們也是這樣寫sudo call 是有啦 可是我確定說這樣在Ruby裡面是否真的可以這樣用 因為他認為他是這樣跟我說就是寫sudo call 跟Ruby 講 因為Ruby是很高級 你可以讀得懂你 所以sudo call 比較不用 可是我的觀點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寫才是一開始不懂的話 用sudo call 去講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之後sudo call 會變成你的註解 你每一行Fall 或者是你要傳變數 你可以進鎖魚去說明白 噢好 這個內容不好 OK 那我今天整個講就到這邊 請問同學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講的太久了 我剛才讀大文書 所以我最大問題是他 他花了不少時間在講 可以 barrible 那個書詞的話 還有可以要開文字 可是我 現在的重要是 我一切都會用pyset 或是一些tine name 那個文字都不太棒 嗯 那我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有一些 問題是只有在tine name name 才會發生的 可是書上沒有講到這個事情 有 我相信有 因為他那本書已經再版第二版 可是那一版已經到2006或2005 那已經比我們今年快十年了 所以現在的問題可能 diamine的問題可能之後 他第三版應該會出來 所以你可能覺得 不是很直接可以去受用的話 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同樣寫的是 我剛才只講前面幾張 後面有一些思維 我還沒講很多 因為書太厚了 快一千頁 其實你從頭去看 從第一頁到最後 你把它看完 你的 應該講程式功力會變高 然後 你寫出來真是別人多看 這樣 我覺得這本書 用就可以打到你要做的事情 還有嗎 是 有問題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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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檔 他們如果想要這樣 OK 你們1秒在這邊 我們等一下等他 再看他們可以找他 來來來 來來 我的1秒在這邊 這個聽說這音聽錯啦 可是我覺得 只是 這樣我再給我 對 對 對 是我們這樣 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 對 我們那裡有什麼沒報 你可以直接打訊 對 好 就這邊 我們到 因為你已經沒有問我 或者是有什麼心得 你覺得我講錯了 也歡迎指證我 對 好的 謝謝大家參加今天的演講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起題上